遍地都是打黑工的留学生 如何在加拿大做兼职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顾问石景思 这里是Real Canada 有料加拿大 加拿大这个国家 作为留学的大国 每年都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留学生 虽然留学的费用相比起 美国 澳洲 新西兰 英国 已经便宜不少了 但是还有很多的朋友 会选择在留学期间做个兼职 这样一来可以减轻经济压力 同时也积累了工作经验 还能够提前了解一下 加拿大的工作文化和劳工制度 但是可不是所有的留学生都可以做到兼职 不满足条件就去工作 那可就是打黑工的呀 那么今天市景思就和大家说说 留学生在加拿大怎么做兼职 老规矩先赞后看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加拿大 留学和移民的知识 点个关注 视频的最后 我也会给你送上非常有用的 加拿大移民留学的全套资料 首先要说的是 高中留学生是不能够打工的 大学的留学生如果要在加拿大 不想打黑工 也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SIN Lumber 也就是俗称的 Social Insurance Lumber 社保号 它是一个久违的数字串 那有了这个号码 加拿大的雇主才可以给你发工资 那申请这个号是要求留学生持有有效的学签 并且修至少六个月以上的课程 而且每周不能工作超过二十个小时 但寒暑假放假的时候是可以工作满四个小时的 留学生在加拿大做兼职主要分为校内和校外两种 当然校内做兼职肯定是最佳的选择 比如说图书馆的管理员 TA助教 宿舍管理等等 一般来说代言也不错 主要就是在校内工作省去了很多的通勤时间 而在校外做兼职的话 种类就非常多了 但是你必须要合法的在加拿大公立学校 里面上专业课的全职学生 如果你是读语言的 比如说ESL的学生 是不可以去打工的 那么在找兼职的时候 大家也要明确自己兼职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你就想锻炼自己的应有能力 那么你就不要找华人的公司了 比如说你就想挣钱 那么你就一定要找些尽量正规的工作 而不是像什么KFC啊 麦当劳啊这种体力活 虽然大部分留学生找到的兼职啊 都是星巴克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服务工作 但是现在也有非常多可以靠你的才华和能力 挣钱的兼职 那该怎么去找呢 最好的方式啊 肯定还是熟人介绍 多和你的同学和朋友联系联系 走动走动 问问他们有没有合适的兼职的岗位推荐 除此之外啊 网生也是现在大家非常常用的方式 留学生比较常用的 比如说像partime dossier indeed和kijiji 另外啊也可以在自己城市的华人社区论坛里面看一看 比如说多伦多的york bbs 温哥华的人在温哥华 那这上面也能找到很多工作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有一些劳动力市场的平台 也可以提供留学生做一些更灵活的兼职 比如说upwork.com以及fiverr.com 也就是类似于接散活的平台 比如说啊 网站设计 logo设计 翻译等等 只要你有这些才能就可以做个自由职业者 美美的待在家里挣些外快 其实除了兼职之外呢 加拿大的很多大学和学院呢 都有co-op课程 但co-op就不能算兼职了 可以说是一种全职学习 升级起来也不难呢 所以啊 可以考虑去加拿大留学的这个同学们呢 大可不必担心 找不到可以挣外快的途径 当然如果你完全没有经济压力 更想把时间放在学业上 那也是非常棒的 这样你读书的时间就比较集中 毕业的速度就更快 毕业的业 更好更专注的找一份全职工作 也是不错的选择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对加拿大移民留学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欢迎通过留言和私信来联系我 同时我也给大家送出一个 加拿大移民留学的全套资料 里面有加拿大移民留学各个项目介绍 打分表 紧缺职业 语言要求等等 大家可以看屏幕上的提示 来向我领取 我们下期再见